玩台北 歡迎大家透過轉播來收看 2022年跨聯盟籃球邀請賽 今天在9月23號星期五 台北和平籃球館 為大家帶來的第二場比賽 將是由新竹藉口工程師隊 要對上的是台中太陽隊的比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廖紹甫 本場比賽邀請到的 依然是知名球評谷彥偉 以及全體的辛苦轉播同仁們 為大家帶來這場精采的比賽 小朋友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兩隊排出來的先發五人 台中太陽排出來的是 溫力煌 陳文宏 蘇意進 白薩 以及蘇冠璇 而在新竹藉口工程師排出來的 則是蕭順毅 李嘉瑞 郭紹傑 高國豪 以及曾國玉 紅分還是一萬圍打法為主的李嘉瑞 那湖鼎的出手這球沒有 但是進攻籃板接到以後 摘捕這次就有了 白薩 一個變相 協入以後給到溫力煌 出現了空檔 但是這一個球 這到底第一個球到... 到空間 地板球 找到蘇意進 解放馬上過來 想要給遠邊這球被高國豪操掉 這場多打掃 小黑 飛身上籃打板的分身博裕 對 可以感受到他在個人的 不管是定位還是進攻狀態拿捏了 其實都感覺到他... 想要上前去操 外圍出手 這球空心球 三分球投進的是李嘉瑞 中路地帶已經形成了一次空檔的機會 飛身上籃的是... 過... 難當掩護 高國豪 分球 郭兆傑空中的拉桿好球 發生了失誤 發生了失誤 國冠宣 給到遠邊外圍的出手 來看一下這一球三分球局 作品好突破 白鯊用速度過的高國豪打板得分 2分差 1比9 比賽還有4分鐘 高國豪帶步的跳投有 找不到幫忙邊了 蘇伊晉 還有傑秀 轉身的這一球 中距離是... 高國豪 哇 這局裡面已經是空了 打板得分 打得非常的流暢 來 又是高國豪掌握住了 前場 要來分球 分到郭少傑 假動作偏起來 打板得分 分球出來 中距離 孫思雅的跳投 空心球 這球被伊波卡撥了一下 伊波卡的防守 真的是大所情 對 手很長 機動力很好 孫思雅 轉身找到了一次面框的 200公分的球員 這是整個Postmorph 他們到底 球員習不習慣去扮演這種 互方中攻 進攻時間剩下8秒 應該會自己打掉 孫思雅後仰的出手 跳投 這一球沒有 呂齊敏抓下來 還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林一輝外線的出手 力道過輕 但是郭少傑在籃下 補進這一球 郭少傑真的是神出鬼沒 沒有太多持球進攻 這打得其實 這球是被夾掉了 想要在人群中轉身 不那麼容易 伊波卡面對孫思雅 這一球 飛身上來 孫思雅 分球 林一輝 切入 面對兩個人 對方只要防守 這球找到伊波卡 擺進分數 伊波卡 結果球選要給到 孫思雅 接口工程師 伊波卡 對戴瑞騰的防守 直接被頂開 找到了一個空隙 擺進分數 哇 命框已經跑起來了 整個力量和爆發力上 反而是戴瑞騰的球選 是有點去 迴揚還時間 把球給到 魯冠宣這邊 外線的出手 三分球局 魯冠宣戴瑞騰打 沒錯 再次在外線的出手 三分球局 三分球局 兩爬中 這球 籃板球沒有掌握住 移回控制住以後 給到了 呂齊敏的外線 出手 三分球局 但嘛 這球要 背後的傳球給蘇一斤 給的有點太有創意了 腳步有一點凌亂 但是 擺籃的手感還 曾柏玉 兩步 背後 來一個外圍的出手 三分球局 曾柏玉的狀況 做得算是表現還不錯 沒錯 那進攻端能夠找到自己手感 他今天應該是可以帶給公司 一些威脅 我要好好發 跟從太陽排上來的是 溫力煌 陳文鴻 宇宙一金 白煞 以及魯冠宣 第一波 那另外就是 溫力煌 之前拿到三分而已 外圍的場 是投射 這球有 底下 進去切入 再分 球的流動 非常的快速 最後還是找到 鄭柏玉 騙起來以後 代步的跳投 這球有 這球要給誰 現在有一個快空的機會 再回來 給到郭紹杰 飛升上籃 郭紹杰 陳文鴻 結果時間剩下兩秒 用一個上籃的方式 沒有 但是第二拍 溫力煌抓下進攻 爛板鼓金分數 奧蘭 蘇一金 再找到 白煞 繞過籃框的另外一邊 打板得分 蘇一金 決定要三打 李嘉瑞 用一個 膽手的拋頭 第三節太強 後腦 白煞 外圍的一個大號 三分球打板進 這個人的包夾上來了 郭國豪 要來快攻 對兩個防守球員 還是這樣分數擺進 我可以看 張家榮 來給倒數一進 外線的跳投 三分球局 就是一號 被頂開一個 中距離的一個拋頭 還是 加瑞 李奇密 切入以後 再分球給到 林一輝 中距離的一個投籃 拉高 弧度 兩分要到 切入以後 要創造 盧冠宣的空間 湖底的外線 出手 三分球局 這球想要做一個 配合 就被林明一操掉 背後 找到了 伊波卡 中的對抗 擺進分數 小拋頭的方式 最後還是 順思瑤 這邊進攻籃板 第二波進攻也沒用 速度飛快 在空中的對抗 擺進分數的是 蕭順毅 那整個第三層 其實 工程師這邊進攻打得 是非常的卡 很大的原因 雙方只有五分的差距 高國豪 外線的 Catch & Shoot 三分球局 高國豪 給到郭少傑 在籃下 要到分數 最後 最後 中間 決決決了 有 外圍的嘗試 郭少傑 三分球局 世界比賽剩下最後不到四分鐘的時間 比一下 要往進去裡面 接這一球 競算 哇 地板給球 這球傳得精采 世界比賽 還有最後的三分半 空中的一個換手 其實應該是說 他們在整個球員的 移動空球 跑位移動意識 今天真的是比較 表現得比較滿不齊之 哇 但是在這個時候 手加壓 但是這一球空手頭會加 動作騙起來 在打板得分 外圍球員真的打把燒線比較難丟 切入以後 分球再找到高國豪在空中的切入 擺進分數 這球發生了失誤 現場有一次快攻的機會 要來看看這一球 江廣千飛身上籃可分 直接外圍的投射 這球也是沒有 現在太陽這邊吹上三分球 應該投後是三中七 命中率還不到三成 江廣千再次嘗試 以摩卡 將兩分百 進第四季的比賽 中場 這場比賽 就是由新竹接口工程師隊 以80比59級 敗拜了台中太陽 取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也讓自己在要往 副賽前進之路 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在比賽結束的同時 我們要邀請到球評小谷 來跟我們聊一下 今天這兩支隊伍的表現 對 太陽今天其實是稍微比較可惜 在第三季 其實他們一度是打錯反撲的氣勢 不過很明顯到第四季 整體的 整個團隊的串聯 似乎又是出現了一些狀況 單截只攻下12分 其實新竹接口工程師這邊 這是整場比賽表現最亮眼的 真的要算是郭紹杰 其實可以說是遠投近切 展現出來這種無球球風風格 那太陽是真的比較可惜 在跨聯盟交流賽 拿下二連勝之後吞下二連百 跟你說了 但是一旦不公開 尤其是陰迫 用架子的陰迫 尤其他老闆